都挺好的 支援普通的高清和4K 每一秒的Firm Rate 如果在4K的時間 每一秒就30格 如果高清的時間 即是普通高清 就可以去到每一秒82格 其實Firm Rate很高 相對來說 這個潛艇的好處 其實是一塊平板 但是它的攝影機 可以跳一下 用右手指 就可以看到泳池底 很快 很快 這個環境可以的 在這個環境的時間 就可以看到泳池底 發生什麼事 或是有沒有熱物 我還以為放到最盡 現在我們看到的畫面 是可以向到泳池底 對 它亦有速度調 可以調整快慢 還有一個特性 它在水底可以頂浪 在這個影片 我放了所有東西 不動 就算是 上面在打 5級浪 3級浪 它在水底裡面 自己會安定 在水底的深度裡面 這裡有深度計 這個就是角度 下面-0.6米 就是深度 然後水溫 25.1度 可以用水溫 水溫 水溫 可以用水溫 水溫 可以用水溫 跳上來嗎 可以 為什麼不行 嘩嘩嘩 已經轉了 可以了 按照飛的 沒有問題 扇子不會放著 扇子是正頭亮的 扇子很遠的 因为它是有水底保持高度 这个才是最绝的东西 在水底保持高度 水底保持高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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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上次在寶路試的巫人堂 只有這個地區 在海底路區 海面已經打了浪 已經很大空氣了 但在水底裡 鎖持了太溫暖 好爽啊 好爽啊 我現在看到水底有些 那我再降低一點 好 我想試一下 那個機動味 好 等一下 4個 一個 一個 2個 2個 很有 那 就 有